南湖大道的无散吧 总会被奔去的汽车代替呀 感觉他们那个版本就是很豁达 就甚至有一种完成式的感觉 他们那种就是感觉 过了好多年以后回头来看 好像已经过了 但是我仍然很喜欢这个感情 或者是这样 王宇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是房东的猫 我是小黑 我是佩玲 在节目中呢 我们改编了陆先生的一首作品 春风实力 希望可以表达出我们心中的春风实力 然后大家也可以表述一下 对我们这个版本的感受 这首歌就接到通知之后 已经准备很久了 对就是这一个月 就是会想要怎么来编 但是真正排练的时间 其实还是比较少 就是今天就是第一次了 一 二 三 它录的时候你可以 有一个反正大家都在齐范儿的那种感觉 好 聊天 走 我们这首歌有找一个制作人 然后我们最开始是喜欢制作人的风格 然后觉得制作人的风格适合这首歌 所以就知道它编了一首歌 我的梦的夜色中 为你唱话像个蓝 太阳光了 太阳光了 就是想融入我们自己的风格嘛 就是可能因为我们的会轻易一点相对于他们的乐队版本 但是我们会加入一些比如小提琴这样的乐器 我们会做的比他们那种乐队比较激昂的版本稍微安静一点 就是会更突出一家人生一样 其实就是开始就很淡 就是很淡淡的唱 唱一遍以后小提琴进来 我们才是有那种开始 他们跳这首歌我们觉得这个确实是也挺有难度的 其实但是反而其实没难度 为什么呢 因为至少听过这首歌的人 我感觉啊 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理解了 都会有自己的代入感 所以我相信以房租的猫两个妹妹这样这种 他们这种灵动和他们这种对于这个爱情 和对于失去的某种理解 可能有他们不一样的视角 这反而让我们其实很期待 《春宫十里》这首歌就是很经典 对 所以改编的话压力还是有点大的 希望可以不要被骂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在阿欢路的离别 抢着你 你在远方的山上 春风湿里 今天的风吹向你 下了雨 我说所有的酒 都不如你 我在孤陋的夜色中 为你唱话像姿泪 在别处 沉默沉默的夜色中 沉默沉默的城市 千里之类 不离开 把所有的春天 都融进了一个晴晨 把所有听不下的言语 变成秘密关上了门 莫名的倾诉啊 亲吻谁来将它带走呢 只好把岁月画成歌 留在山河 Zither Harp 我在古楼的夜色中 为你唱话向自来 把所有听不下的言语 变成秘密关上了门 莫名的倾诉啊 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 只好把岁月画成歌 留在山河 Zither Harp 把所有的春天 都融进了一切都融进了一个晴晨 把所有听不下的言语 变成秘密关上了门 莫名的倾诉啊 莫名的倾诉啊 倾诉啊 今天的风又吹上你 下了雨 我说所有的酒 都不如你 网易云音乐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唐一峰 我是福一 这次受邀录制 网易云音乐的 《音乐好朋友》这个节目 节目中 我将挑战自己的创作实力 改变福一的骑自行车的人 这次我要挑战的是 印封版本的《星空铁皮曲》 希望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 玩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也是希望能通过节目 告诉大家 音乐的世界里 无限的可能 好玩而且非常的有趣 期待我们能够 有更好的表现吧